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义 三、不祝事 足以夹杀这为 不令人见 未说经高经 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岁起祖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惧能曰不誓本心 学法无矣 若是子本心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 2001 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中国和英语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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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应造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 2001 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道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 2001 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 佛家言不走正门 进入四生六道 开生耳牛马羊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失生口于虾水族之类 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 迷完公器天神 杜齐在世侯开贵人 任母归根修道 墓底在疑苦的乐围有 任母归根 方能超生了 死生灯 圣玉贤观 永脱苦海 母字垂舞 教皇母词 是这恩师 意志点 杀身难暴 崇如山恩四海 实际心怀弱 不受失之点 怎能脱苦 又怎能了生死 不受靠灾 上超祖 下颖孙全平师 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 安排黄母诗戒 第七戒 武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目喊 默德克兰经文难料死 素败真师 返摇西 二点 耶稣 基督圣 金空 是玄真义 赞美诗 词 座高歌 三点 太上老君 道德武 前卫 严靖 素败功 常 早归根 四点 释迦牟 尼真空 非空 法 非法 如然 自在 是 个五点 孔老夫子 雄神之画之其指 静静 安 绿剑 本缘 古人云 白藕 绿叶 红莲花 三角 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信底 得了俏妙回老家物又奔墨 是有忠实 知所迁后 则静道矣 信教不爱修道 但不宜 只有信教 单物修道 本末导致 实在可惜 连老母娘的奥妙道 在使命 东郭子 问于庄子 约所未道 乌乎在庄子 约无所不在 东郭子 约其而后可 庄子约在楼椅 约和其下叶约在提 一拜 约和其欲 下邪约在瓦屁 约和其欲 甚邪约在使 你 东郭子不应 庄子约 辅子之问也 故不及之 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 每下欲旷 辱为末地 无忽逃悟 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 周天贤三者 一名同时 其之意也 庄子之 被由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生 一三山坡母子里乃不得已 黄母殉子十戒 一戒 亦当初天未分混沌 未叛妙 明明无人 我空空一团 九六亿元佛子 先天同聚 无忧愁 无烦恼 自在 安然 先兄弟 先姐妹 身来 伴随母 来随母 去不移身 便即乐 不任 逍遥 随意玩耍成 青龙 华彩 奉 无量尊 言 不惧寒 不惧 数无 玩无阴阳 无对待 至里 纯然 狭无事 任遨游 先天 妙境 门眷来 或下棋 或将 勤坛 施得 仙桃 典 将 欲义穿的是 登云鞋 先衣 先山 老母娘的心 生 二 论无极为 圣欲至善宝 静静而英通 万化万类根 自从那交子 慧 气树 以道为母 我命 欺佛至理 昆前 万八在气树 并天使成就 又再至丑 慧满地 是完全清气 升为天盘 不至心斗 灼气 将宁为地 湖海山川 至宁 慧天地 焦日月 和照慧 英阳和英君 万类生 全四 即是先天 尿开辟之 本无极 静态 即洞 即婚前 老母娘的心生 三道极 礼礼 即道虚灵之 妙道生 一一 生二二 又生三一本 散万书 哉自无辱 九七奥 妙是神千亦 南竟 言 天即成 地其力 万物其北 东土 无人 焉 缺少女 男那时 结为母 我无奈 之处 方舍我 九六子 七将 凡 监律 四的差 原佛 东土 而下来 凡 一次 凡 一次 凡 不肯治 凡无奈 何为母 我造下 解救 三山 脱虹 醉了菩萨 佛南 射一个大仙石 起来洗澡 趁机会先一邪 收回离天 仲佛 自救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先一邪 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 四 为娘我 悲痛 泪 原子乎 患耳 重等速 东 奔末 要在脸 如若是天衣 邪交与 悟耳 等耳 哪个 亦不肯在世 至凡 折树枝 和树叶 折寒 必冷 饿了 失踪 脖子 可引心全众 佛子 如 妖回悲哀 悲叹 问母我 至何十方法 大家还母言 达三期末 大开 普渡 清烧 书 清济 性 清度 佛圆 降到 乃为救良善 降劫 乃未收恶 善 血泪 以驴探子 归 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 末节时期 八卧 经献 孝圣 法天 不畏考验监受怨解共赴龙华 即乐 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 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凤 任意取来 献献无量尊贵于庄严 不惧寒不惧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无对待至里纯然里天无寒属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居无数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底气 离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 故无阴阳寒属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里纯然 通达无碍 故无数无管 狭无事 任遨游先天妙境门眷来或下棋或将情探前 狭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上先天美妙景致 或下棋于乐 或谈情消遣 离天之静无闷眷之事 具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致 亦之所乐而为之 吃的是先桃果 熊江玉衣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山吃的是先桃先果 喝的是熊江玉衣穿的是先衣先鞋 先桃果盘桃之果实 亦称先桃 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 明度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约寒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七王母将 亦先桃四颗羽帝 第十折收七颗 欲众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 忠下帝佛 众之不生 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至谦宝静静 而阴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是至谦宝静 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将欲 此帝至虚至静 等而随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那交子会 妻术已到为母我命 妻佛至理昆前一元十二 慧子慧开天丑 慧屁地盈慧生人卯慧臣慧 慧自慧五 慧慧慧身慧人灭 慧地灭 慧慧天灭 慧慧混沌眉慧慧 各一万零八百年 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至世 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 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继 一万零八百年 卯慧东方 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 西方柔成更佛七千零八十年继 一万零八百年 晨慧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 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 祭一万零八百年 四慧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 福西世代理佛五百年 祭六千三百年 五慧中三佛收元然登古佛清阳祺 掌天盆 联慧慧世家文佛红阳祺 掌天盆 灵山慧弥勒古佛白阳祺 掌天盆 龙华慧万八在祭树足天使成就又再是丑 慧满地使完全子慧开天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慧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地完全至未慧树井至至圆满母慧圆灵收回 又会灭地 须会灭天 还会重回魂盾 心气升为天盘 不至心斗灼气 将名为地土海山穿清清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不满者何看心斗 四为气界所居之处 众灼之气 下降则为地 大地为众灼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苦海山穿 四为象界所居之处 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慧辟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盈会之时 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 阴阳阴云云而欲生万物品类 四即是先天妙开辟之分 无即静太极洞 黄即昆前四即是先天妙底 开天辟地之分源 无即主静 属理天 太极主动属气天 黄即主化属相天 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 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虚灵能生一应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 无即生太极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三才三才这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像极 生化五万点 jpg 天继承地继力 万物七倍东土里 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继承 万物以其倍 这就是像天 亦称作活世界 贪苦世界 苦海 死案 东土等等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烟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 乏人管理统治 那时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 由于天地有定数 子会开天 丑会辟底 因会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 一致降临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地拆原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治 凡于是老母娘 每次拆遣原佛子下凡 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 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可为我造下血救 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血救 在三山脱红罪了 在三山脱红罪了 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 起来洗澡 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先衣先鞋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念 又不见先衣鞋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先衣先鞋 为娘我悲痛泪原子乎患耳 众等速冬奔末要再练 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患众佛子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留 列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先衣鞋交与 乌尔邓尔哪个 亦不肯再世灵凡老母娘 若把先衣先鞋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 吃松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遇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去松子脖子吃 口渴了 就去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日何时方法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奇 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答三期末 大开普渡清烧书 清记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 寄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信书 皇母训子 诗戒 以及千佛圣训 都是皇母烧书 请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 亲由一杯声大放为母 我写何同复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猜佛子心中游存精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精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何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 或为女 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烟火 母子分各东西 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 受敬傲尖子 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 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 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力白布封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祥而暂事苦母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淫慧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皇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将道差三佛伴末后 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请三佛伴末后一卓的普渡收缘 三佛然灯不佛是迦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义任礼时修一礼不依人修到任指真 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功了 愿天不能言地不能与人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 儿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 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 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儿的无私无我灰应母的无颠无量 儿的毅力不饶气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 资料来源网址 资料来源网址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drive dot google dot com slash file slash d slash zero b underscore from one underscore cork as one z inside six slash view brief equals two and plea equals one and page equals one zero nine five three eight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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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five zero four seven six seven four four eight three zero five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母人 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情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长想万物 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心静今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何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地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 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 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 何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 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 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1 3圣经创始起 1.01分 -5 General 1 colon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 colon 2 地是空虚混沌渊灭 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 colon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 colon 4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 colon 5 神称光 魏昼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 无量清须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 真宰老母娘 明明上帝老母娘 生天生地生万物 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 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 因虽不同 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之魏丧师 克配上帝 诸子说 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 按情体而论 就叫做是天 按主宰而论 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 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可以明白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归正论 第五六节 老母娘清静经云 大道无形 生育天帝 可知天帝之源出自于道 未有天帝先有此道 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 天下又是 一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一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再 皇母殉子师界 三界为道 独尊 我独尊 生克制化老身份 三界十方母为主 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创天帝 而与天帝同在自信佛 即是灵 看不见抽象 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 天主 我与自信佛 主耶稣对父神说 正如你父 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 道德经混成章 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 先天底生 及其辽息 独立而不改 周情而不再 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常为知名曰大 大曰 世 世曰远 远曰返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一大 狱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大万君之 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 帮中 地尊为大 在各处 人地 奉 我的名 烧香 马 垃圾书 一一一 老子 曰 道大天 大地 大人 一大 道德 经混成章 第二十五 皇母 老母 娘 即是 无极老母 无极老祖 无生 老母 皇母 天赴 天上的父业 和华万君之 耶和华 神上帝 真神 阿拉 阿拉 真神主 真主 造物主 为皇上帝 明明 上帝 道真理 老母 娘 此 迅明明 零零 一遍 光上帝 赐 而真 宝藏 无量 此 怀传 一旨 心虚 大化 救援 皇 至尊 无上 微 零 力 至盛 心 法 父 贤 良 三界 法 与此 云 不 十方 共 木朝 母 娘 万灵 归 甘 乐 欢 喜 真 宰 无 违 居 天堂 老母 娘 上帝 阿拉 万物 之 真 宰 明明 上帝 无量 心虚 至尊 至圣 三界 十方 万灵 真 宰 一典 明明 上帝 圣 好 之意 以明明 是代表 先天 纯 阳光 明 本性 所以 明明 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 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 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 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 圣三是诸神之本 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 不但是灵性之根源 也是创造宇宙唯一至天 也是创造宇宙生域天 帝运行日月 掌 扬 万物的 大主宰 在人而言 亦如无人 本 聚之 本性良知 如 碧尧 之大 人 于 顺 之大 小 下 羽 之大 公 文 王 之 道 德 周公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名。 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泛为天地,笑而无美,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将海景全。 白云彩虹,玉露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形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尿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贵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德是圆容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解无色解。 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上下,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发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在。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主同明明上帝,具有行上意与行上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凤其德,在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衡用在,不补言为。 其犯其极其情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自行与母母字相近。 母字的情意,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 体用合一位母。 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之相,集体即用即用即体。 体用合一,即是佛也。 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表示天天灵性之母。 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卫性,师听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辱,无二耳心。 书经康告为皇上帝,将忠于下明,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声等,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四翻译,遍一切处。 谈经一万品,若物无声顿法,见西方旨在岔,诺。 大日经书一云,犯应疲独遮纳者,是日之也明,即除安片明之意也。 同时六曰所谓疲独遮纳者,日也。 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独遮,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勤而不待,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五点会叫阿拉真主。 无可兰经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 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一,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戒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 是独一的主。 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 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 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 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神弃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异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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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你中间,为站拍 一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 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 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 这着火于迦 。 第十三节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祂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何处? 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 福音书作者约翰。 神上帝老母娘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 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公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聚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掩石自驾用或施洗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各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道的重要。 经典印证义无有正法眼藏。 灭盘妙心,十相无相,为妙法门。 不立文字,叫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末远,求,灵山指,在乳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世时重皆莫然。 为佳赦尊者,破颜为孝。 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 灵盘妙心,十相无相,为妙法门。 无立文字,叫外别传。 父主摩和佳赦。 世尊至多子塔前。 宁摩和佳赦,尊作令作,以僧协离为之。 遂告曰无以正法眼藏。 秘赦于乳,乳当户时。 五灯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 诸僧协离,毕丘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句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作大法会。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义。 三。 不祝是。 足以夹杀遮为。 无令人见。 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岁起祖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慧能曰。 不是本性。 学法无义。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然师佛。 The length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ength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燎亮,全身就光明。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照圣经经纪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造灭亡。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照圣经经纪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照圣经经纪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 台生耳牛马羊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失生口于虾水族之类, 化生乙马乙蚊虫之类, 迷完公器天神肚妻在世侯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 目的在疑苦的乐围有任母归根。 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玉贤观。 永脱苦海。 母字垂悟, 教皇母词是这恩师意志点。 杀身难报, 崇如山恩四海。 实际心怀弱。 不受失智点。 怎能脱苦, 又怎能了生死。 不受靠灾。 上超祖, 下颖孙全平失利。 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 皇母识戒第七戒。 五交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料死。 素败真师范瑶希二典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 赞美诗词作高歌三典太上老君道德武前卫严靖。 素败功常早归根四典世加牟尼真空, 非空法非法。 如然自在, 是个五殿孔老夫子, 雄神之画之奇指。 静静安绿剑本缘古人云白藕, 绿叶红莲花。 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底, 得了俏妙回老家物又奔墨。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性教不爱修道, 但物宜只有性教, 单物修道。 奔墨导致。 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 在使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 乌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其而后可。 庄子曰在楼椅。 曰何其下业曰在庇拜。 曰何其欲下斜曰在瓦屁。 曰何其欲甚斜曰在使命。 东郭子不应。 庄子曰不子之问也故不及之。 正或之问于监视律曦也。 每下欲晃。 辱为莫比, 无乎逃雾。 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 周天贤三者, 一名同时, 其之意也。 庄子之被由第二十二老母娘的新生, 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 黄母殉子师界, 一界, 亦当初天位分混沌, 未看妙明明无人, 我空空亦还九六亿。 圆佛自先天同聚, 无忧愁, 无烦恼, 自在安然。 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 随母来, 随母去不宜身, 边及乐不任消遥。 随意玩耍成青龙, 华彩凤, 无量尊严, 无惧寒, 不惧, 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 无罪代至, 李纯然, 霞无事, 任熬游先天, 尿井门眷来或下棋, 或将情谈施的是, 仙桃点雄将寓意穿的是, 登云邪先衣先山, 老母娘的心生。 二, 论无极为, 圣欲至善宝, 静静而兵通, 万化万类根, 人自从那教此, 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欺佛至理昆前, 万八再气数并天使成就, 又再至丑, 会满地是完全清气, 升为天盘部至兴斗竹气, 将宁为地, 谷海山川至宁会天地, 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尿开辟之本, 无极静态及洞筐及昆前老母娘的心生。 三道吉, 礼底及道虚灵之妙道, 生一一, 生二二, 又生三一本, 散万书哉, 自无入九七道妙, 是神千亦南, 敬言天即成地, 吉利, 万物其北东土, 无人焉, 缺少女男那时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设我九六子妻, 将凡尖屡次的差缘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治, 凡无奈可为母, 我造下谢九三山, 脱红醉乐菩萨, 佛南设一个大仙石, 齐来洗澡, 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离天众佛, 自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先依邪, 可在哪边, 老母, 娘的心生, 四, 为娘, 我, 悲痛类, 原子乎, 患尔, 重等素, 东, 墨, 要在脸, 如若是天依邪, 邪焦与, 外, 等尔, 哪个, 亦不肯在世至凡, 折树枝和树叶, 折寒地, 冷饿了失踪脖子, 可引心全众佛子, 如要回悲哀悲叹, 问母我, 至何时方法家还母言, 达三其末, 大开土度, 清烧书, 清济, 请清度佛缘, 将道, 乃为救良善, 将结, 乃为收恶, 上, 血泪已于探子, 归,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末节时期, 八卧经献, 孝圣法天, 不畏考验兼受愿解共赴龙华, 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 成青龙跨彩凤, 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意消遥游玩, 随意玩耍, 成其青龙, 化作彩色凤凰, 任意去来, 献献无量尊贵于庄严。 不具寒, 不具属无数无, 还无阴阳无对待至里, 纯然里天无寒属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具无数,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底气, 离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 故无阴阳寒属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理纯然, 通达无碍, 故无数无管。 狭无事, 任遨游先天尿井门眷来或下棋或将行探前, 狭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尚先天美妙景致, 或下棋于乐, 或谈情消遣, 离天之静无闷眷之事, 具凡一切活动皆随行之所致, 亦之所乐而为之。 施的是仙桃或雄将寓意, 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衫, 吃的是仙桃先果, 喝的是雄将寓意, 穿的是仙衣先鞋。 仙桃或盘桃之果实, 亦称仙桃。 盘桃时周济东海有山, 明渡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曰盘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亦先桃四颗羽帝, 必时折收七颗, 欲众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 忠下帝伯, 众之不生。 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致欠宝静, 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世至善宝地, 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欲。 此地至须至尽, 感而随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 纳交子慧器数以道为母, 我命西佛至理, 昆前一元十二, 慧子慧开天丑, 慧屁地盈慧生人卯, 慧臣慧自慧武, 慧慧慧身慧人灭友, 慧地灭, 须慧天灭, 害慧昏顿美慧, 各一万零八百年, 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七佛至是三佛收元, 七佛至是南方是爱佛六千年, 被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卯慧东方驾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 西方柔成更佛七千零八十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晨慧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 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四会东北方济天佛五千八百年, 福西世代理佛五百年, 即六千三百年, 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登古佛清阳齐, 掌天盘, 灵山会迷勒古佛白阳齐, 掌天盘, 龙华慧万八在契树足天使成就又再至丑, 慧满地使完全子慧开天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慧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地完全至未慧树井,至至圆满, 母慧原灵收回,又慧灭地, 须慧灭天, 害慧重回魂盾星气, 升为天盘不至星斗主气, 将宁为地土海山穿青青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不满者和汉星斗, 似为气界所居之处。 众酌之气, 下降则为地, 大地为众酌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苦海山穿, 似为象界所居之处。 智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惠惠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阴慧之时, 天地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相交替, 阴阳因云而欲生万物品类。 四集是天天妙开辟之分, 无集静太极动黄集昏前四集是天天妙底, 开天辟底之分人。 无集主静, 属理天。 太极主动, 属气天, 黄集主化, 属象天。 道集理, 理集道须灵之妙道, 生一一生二二, 又生三道, 即是理。 理集是道, 至须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须灵, 能生一, 亦能生二二, 能生三, 三能生万物。 无集生太极, 太极生, 两仪, 两仪生三才, 三才者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象集, 生化五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 万物其被东土立, 无人焉, 缺少女男天地既成。 万物以其被, 这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堪苦世界苦海, 此岸东土等等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焉, 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 乏人管理统治。 那时, 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七, 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 此会开天, 丑会辟底, 赢会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采佛子, 一骑降临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缘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治, 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缘佛子, 下凡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 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何为我, 造下谢九三山脱红醉乐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谢九。 在三山脱红醉乐, 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 趁机会仙衣鞋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仙衣鞋,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仙衣仙鞋。 为娘我悲痛类原子夫, 幻儿重等速东奔末要再练老母娘, 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忽幻重佛子, 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流泪于离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仙衣仙鞋与乌尔邓尔哪个, 亦不肯在世灵凡老母娘, 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尖流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之松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欲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取松子脖子湿。 口渴了, 就取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叛问母, 我日和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 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叛奇。 纷纷问老母娘,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答三期末, 大开普渡, 清烧书, 清迹, 请清度佛远。 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庆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太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将信书黄母训子诗戒, 以及千佛圣训都是黄母烧书, 请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 亲由一杯声大放为母, 我写何同赋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太佛子, 心中由存经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 如此经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 我原佛子东土, 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烟。 从此, 黄母之缘开佛子便, 向东土奔食而去。 典至理世界, 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烟火。 母子分各东西, 好不难过。 自此, 我众佛子, 受敬傲尖子, 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 自此以后, 却受敬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地, 白布丰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 至今时区, 只算六万年载美祥, 而再世苦。 母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 到现在, 区, 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盈慧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初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 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以至为母将道差三佛半末后, 普度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 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请三佛半礼末后一卓的普度收缘。 三佛然登故佛是加谋弥佛弥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礼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道, 任指真,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公了, 愿天不能言, 必不能与人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 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 而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 而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而的无私无我灰映母的无边无量。 而的毅力不遥气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 资料来源网址。 资料来源网址。 。 资料来源网址。 几乖起了凡红法学会议政斋录,自感应天会编白化解本见他色美。 其心思之盈欲,过度损子剁胎,情多应辟,主师道德,开示数则见他色美。 其心思之。 解释,看见别人的妻子女儿美丽动人,就立刻起了淫欲的心,想要与他私通。 分析色,这件事情,是人最容易犯的罪业啊,他比起贪财杀生等等的恶业,还要百倍的难以控制。 所以,他的败财取获,也比其他的恶业,要百倍的言扑陈裂。 然而,太上对于贪财杀生等的事情,不断再三地说明境界。 而独独对于外恶之手的赢,则评有这一句话,这并不是太上要刻意地忽略它。 而是因为贪财杀生等的恶业,比较明显,而且道理有偏偏,是语言可以说得近的。 所以,太上才用了灭除一面的文字,从最初的一面来唤醒众生的名。 太上说道,见他色美,起心思之。 因为人对于美色当眼睛接触的那一叉挪,心若是一动,则想念思慕看求的念头,就会缠来缠去环节在心中,而解不开啊。 若是心中萌生了这种的念头,不用等待身体续返,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而堕入了人欲。 这时候,就已经被因撕裂下了无穷的罪业呀。 所以,太上真是无量的慈悲。 他不用繁琐的言语,只用一句话来见性。 提示人们于见色体清的时候,不可不从心原处。 来极早地禁止,断绝这种隐为又深邃的恶业啊。 应当要再采起念头的时候,立刻就要奋勇地把它一刀斩断。 不可以存有丝毫的犹豫,也不可以拥有丝毫的情念。 所谓天堂地狱,就在这一时之间立刻分叛了啊。 若是在这个时候,稍有一些认识不清,看得不破,不能够斩钉结铁毅然地立定脚跟。 则在顺其之间,就会牵引姿长蔓延开来。 不知不觉,就飘入了多差鬼国中去了。 这实在是太为浅了啊。 所以太上说这句话的用意,实在是博大精深。 而且是用心良苦啊。 家人一宝善堂说。 恶淫星若是一起,则寡怜先是伤风败俗大损应得的事情。 都会跟着起来了啊。 而恶淫星若是一转,则抱玄冥结中的造福感动人天的事情。 也都会跟着转动了啊。 做人或是做禽兽的关键。 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怎么敢不认真的猛圣觉悟呢? 在西剑色起星这四个字。 乃是世间的人一生之中, 为什么会生病的根本所在啊? 今天若是想要断除个受病的病根, 就应当要在个剑字上下功夫。 非礼物是,就算见到了也要视而不见。 这是最上等的预防功夫。 我们本有的良知是不容易欺骗的。 而世间的理法也是不容易超越的。 若是用严格禁止强制的方法来预防, 这是四一等的功夫。 不然的话, 心中若是起了念头。 在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不加以防范。 到最后, 一定就会付诸行动, 做出了血淫的勾当啊。 一面之差。 而万劫莫属。 这岂不是太悲哀了吗? 佳言二四十二章经说到, 见到了老的女性, 就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 见到了比自己年长的女性, 就当作是自己的姐姐一样。 见到了比自己年纪小的女性, 就当作是自己的妹妹一样。 见到了年幼的女孩, 就当作是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是掌心最上乘的方法。 佳言三美色人人爱, 防天不可惜。 我去赢人赴, 人来赢我, 妻。 这是古人留下来垂世世人的教解。 杨又清读诵之后说道, 若看到他人的妻子女儿美丽, 便起了邪念想要与他司空。 就应立即做别人见到我的妻子女。 女儿, 也会起了邪心想要来营诱的想法。 这样的互换力成换的角度来观察反省, 邪心自然就立刻熄灭了。 佳言四古德语路讲道在贴贱或遇到美女色, 心有所动的时候, 就要积极地想到思过之神就在我的身旁, 雅三台星神, 北斗星君。 就在我的头上, 雅三师神在我的身体里面。 造神在我家的厨房里面。 日月三光千真万圣罗列在空中。 有的在记录着我的邪念, 有的在愤怒地瞪着我。 有的在焉密地监察着我。 有的在准备要攻击我。 能够这样的想, 心里必然就会感到战力恐惧。 自然而然, 也就清冷意灭了啊。 在西明朝有一个人患了好色的毛病。 就向王龙七先生请教, 如何改掉? 个毛病。 王先生回师道比方说, 个房间里面, 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名气在等着你。 等你打开房门一看, 原来是你的妹妹, 或是你的女儿。 你此时的一片银星, 是否会立刻熄灭呢? 这位好色之徒回师说, 哀是熄灭了啊。 王先生说, 所以银念本来就是空的。 只是你误啊, 他认作是真的了。 文昌帝君的胶窗, 并且说到在没有见到的时候, 不可以去想。 当在见到的时候, 不可以乱来。 已经见到之后, 不可以回忆。 没有见到不可以想。 这是平时存量的功夫。 在平常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必须要把自己的念头, 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且还要随时的提醒自己。 这样天理既然存在, 人欲自然也就会遏制住了。 而凡是淫晦协谐的想法念头, 也就不会进入光明正大的胸中了。 这就是君子主境的学问。 我的心既然定了。 就算碰到了美女色当前的时候, 任她百般的隐忧。 我的心自然绝对不会转动一分衣袍。 这是何等的定律? 然而这种的境界, 都是靠平时严谨的操实锻炼。 正心诚意中得来的啊, 所以帝君为了要正本心人。 因此, 告诉人们想要戒除邪淫的行为, 就得先要戒除自己邪淫的念头。 想要有当见不乱坐怀不乱的功夫, 必须在平时, 就要严静的操实锻炼自己正心诚意的功夫。 至于当见不可乱, 既见不可乱, 就是派上告诫, 人不可以起心思之的意思。 也就是在接触的当下, 自我反省觉察的功夫啊, 在仔细的分析。 帝君的三句话, 每一句话却各有一种境界。 思就是思之于未来。 乱, 就是乱之于现在。 义, 就是义之于过去。 现在的人, 犯了弥天邪淫的罪恶, 全都是在这三种的境界中成就出来的啊。 如果能够把这三种的境界, 全部都戒除殆境, 那么邪淫的行为, 也就没有地方滋藏了啊。 万恶淫为首。 这是因坚言罗变前决定, 把上的大醉啊。 因为盈欲心已生出来, 就会做出各种的恶事。 例如在, 邪淫的圆, 尚未凑合的时候, 心中就已会生出颠倒幻想的旺心来。 若是无法勾引到对方, 就生出了挑战的心来。 若稍稍遇到了阻碍, 便生出了坑狠心来。 欲行颠倒一乱情迷的时候, 就会生出了贪爱染着的心。 羡慕他人, 有幼焦的美色, 就生出了妒忌毒害的心。 想要夺去别人的所爱, 就会生起杀害他人的心。 这样, 就会连使喪尽、 顿利也全都亏损了。 种种的恶也从此生起。 而种种的善念, 也从此消失。 要知道, 一旦动了邪淫之心, 虽然没有去做。 但这就已经是如同鸡恶造罪那样如此的厉害了。 何况是真实的叙实犯做出邪淫的事呢? 加言五应律说道奸淫别人的妻子, 会得到决赐的报应。 天赢未婚的处女, 会得到子女赢逆的报应。 俗话也讲劝君末解封流债。 解得快来还得快。 家中自有带还人, 你要赖使他不赖。 再批杀人的人, 只是杀了别人的一个身体。 而奸淫了别人, 则等于是杀了他的三世啊。 因为奸淫不只是破坏了那位女子的结枣, 使得她的公婆父母、丈夫子女, 感到羞耻而痛心疾首。 甚至因为羞耻而导致了死亡。 或是丈夫杀了妻子, 不轻易死女儿。 儿子不认母亲亲妻见面的时候, 也都没有好脸色。 而一般正常的人家视觉不肯与她联姻, 何苦以短暂地偷欢, 造下明天的罪恶。 而爵士的报应, 尚且还不足以惩罚迎人妻女的罪孽娃有夫妇的关系之后, 然后才有父子兄弟的关系。 天赢别人, 不独是乱了别人夫妇的一轮。 并且也乱了她的父子之轮和兄弟之轮。 五轮之中, 就亡了三轮。 甚至使她的祖宗悲痛有此邪淫的子孙, 而彼氏接受其警示的痛苦。 因此奸淫别人的人, 也就难逃被神诸鬼路的灾祸了。 杀人的人, 是强害了被杀害人的后天, 也就是被杀害人的身体。 而奸淫别人, 而奸淫别人, 则是乱了被奸淫人的先天。 也就是乱了她的丈夫父母兄弟公婆祖先的伦长呀。 况且杀人的人是因为仇恨被杀的人才去杀人化, 而奸淫别人妻女的人。 对于她的丈夫公婆父母到底有什么仇恨呢? 而且对这位女子男倒也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一定要侮辱她的身体, 丧失她的节操吗? 赢念多的人, 则她的善念必定就会少。 而赢念少的人, 则她的善念自然就会多。 所以赢念全部消除的人, 不服之中, 就能够获得三种福报。 第一是长寿, 第二是康宁, 第三是善忠。 而常体赢念的人, 必定会有疾病的困扰, 和凶陷幽亡的灾祸。 片刻之间兴起的欲念, 容易使她消除。 而一个人一生中的功名性命, 则是非常的重要啊。 和酷一百年的名誉结操, 与一生的虔诚和祖宗积累的功德。 子孙本来可以享有的俘虏, 断送在自己衣食片刻的迷惑。 实在是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的心肠啊。 更有的人血淫之后, 是因为精控逃跑而得病。 看病师药都很难能够痊愈。 甚至吃官司坐牢时家庭破碎。 到了这个时候, 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啊。 有的甚至当场就坚勤败露, 被对方撞着症着, 变成了用自己的脑袋, 来换取片刻的欢愉。 而此一灭爆时造病会循环至自己的妻女, 以偿还所欠的风流债啊。 这种惨痛的结果, 就更是难以言语了俗话讲奸净杀。 这句话是真的啊。 然而说净杀, 尚且是属于比较缓和的言词。 我以为奸则没有不杀的啊。 因为淫妇若是被她的丈夫知道了, 一定会愤怒地拿刀把她杀了。 儿童奸之人, 因为嫉妒而彼此立任相家, 杀死了对方。 另外因为奸淫致使对方死亡, 则会被法律判处刺刑。 若是侥幸地漏网, 逃过法律的制裁, 则会被怨鬼报仇所杀。 若是以上所说的都逃了过去, 则会因为淫欲过渡而得到难治之政。 至是群一束手, 就会被私命之神所杀。 一个人以天地奸至灵至贵的又为之身, 竟然使自己置于必杀之地。 实在是愚蠢的令人痛心。 云雅家言六曰甘出蛇说, 古时候有未嫌人。 当他迎面勃发的时候, 就把手放在火上。 这时候就会感觉到痛苦不堪。 迎面于是就熄灭了。 如果还是不能止息, 则诚心明做。 当作自己的身体已经死亡。 在想起古人的坟墓, 内心不断反思。 个人在世的时候, 跟我一样。 而我死后埋在坟墓里面。 也和他一样啊。 这样想来, 迎遇又有什么乐趣呢? 在西遇防迎遇的念头。 全都得靠智慧的力量。 正雅唐朝的迪良公曾说, 人在美色当前的时候, 要激昂地想见前这位美女那天若是婴病而死。 她的尸体便会开始溃烂, 并长满蛆虫爬来爬去。 尸体的臭味熏天, 令人感到恶心。 能这样的想, 些念便会消除了阿家人西凉朝的时候。 禅宗的出祖达摩祖师, 做了一首皮囊歌说到庙市去, 农写句, 算来又顺风流去。 唐朝时后吕洞兵则说修花, 少年趁风流。 抢走, 轮回, 散骨头。 不幸是灵明镜看, 面皮底下是骷髅。 又说二八家人体似酥, 腰尖杖剑斩鱼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催言不随哭。 佳言, 八戒淫法说他, 又破我杀身破家。 折我的受损我的福, 宝。 实在是害我性命的事情啊, 我应该把他当作杀人的利刃来看, 当作虎狼来看, 当作毒蛇来看, 当作勾魂鬼事来看, 当作是我前生的人家来看。 若是能够做如上所说的, 来加以观察, 就像是用水来救火, 那么迎面就没有不其灭的啊。 在西明朝的高宗献说, 此身如白玉, 一尸脚变碎。 此事如震毒, 一注口即死。 今人往往为了一个情字, 而误了一声。 不知道情。 这字, 是上天赴于我为, 中为, 孝为有为, 替人民爱物所用的啊。 所以, 这个情字用对了, 则能够成上成贤。 若是用错了, 便成了情, 瘦了啊。 所以怎么可以, 不戒胜恐惧, 小心呢? 道书说, 赢人的罪恶, 比起杀人还要加重几等呢? 又说, 凡是人苦行修行, 他以望所作的诸般罪灭, 都可以消除。 唯有曾经破过处女之身的人, 后来虽然是修道了道高行门, 也是不能够开世的。 毕竟要受过了恶报之后, 方才可以成就道业。 在西佛说人在这个世间, 不冒犯他人的妇女, 心也不思念鞋屁的事情, 因为这的缘故, 可以得道物众善的过报。 第一是不会损失金钱, 第二是不会惧怕官府, 第三是不会畏惧他人。 第四是死后可以生天, 得道天上的玉女作为自己的妻子。 第五是从天上下生到世间, 多是端正的妇女。 今天见到有些人, 长相端正美好, 这都是他前世的宿命。 不冒犯他人的妻女所得到的过报呀。 反之, 人若是在这个世间放荡协营, 冒犯了他人的妻女。 因为这个缘故, 会感到物种的恶报。 第一是家庭夫妻不合, 常常损失钱财。 第二是畏惧官府, 经常受到官府垂涨的处罚。 第三是自己欺骗自己, 常常会感到恐惧怕人。 第四是死后投生到泰山地狱之中。 在铁柱烧的炽热时, 却当作是美女一般去抱她, 受警炮烙情罚之苦。 这是因为在世时冒犯他人的妻女, 才会得到这种的灾殃。 而且, 这种刑罚, 都是自己, 自己也招感的。 要经过几千万年才能受完啊。 第五是从地狱中出来, 投生为基督鸟鸭。 而这一类的情鸟鸟是不必母子的, 而且也没有节制。 但是马儿之理, 验手真操。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而基督的淫义, 却是没有知足的时候, 这都是因为他们过去世中邪淫, 冒犯了他人妻女的缘故, 才会受刺基督之身的过报。 并一直受人们宰杀烹食。 这种的痛苦,说也说不尽按佛说物界当中,其中一界是不邪灵。 若是能够受十四界,就可以感召得到今生来生父母眷属成寿康宁和穆喜悦妻子女儿珍良的过程。 我报。 报应经说有一个鬼,问道自从我受了的鬼身之后,就感到非常的恐怖。 经常害怕被人追捕之马捆放,加诸我各种的苦楚无害,根本就没有一点欢喜之心。 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过才会这样啊? 目间连尊者回答鬼说这是因为你在做人的时候,喜欢行邪淫,冒犯了他人的妻女。 因为经常怕被别人发觉,所以心才不安。 今天你所受到的痛苦,只是现世的花抱而已。 而你的过抱则是在地狱啊,或是过铁床,或是抱同住。 像这样痛苦,恐怖的罪罚。 说都说不定啊,在西文昌帝军天界路说天赢他人的妻女。 变污了门门中的妻女。 要在地狱中受苦五百劫。 才能够脱离地狱,头生为罗,或是为马。 又剥了五百劫。 才能够在得人身,做娼妓,或是做戏子。 尖宿寡妇,或是出家的妮众。 拜坏别人的品性至劫。 在地狱中要受苦八百劫。 才能够脱离地狱,头生为羊,或是猪,工人宰杀。 又过了八百劫。 才能够在得人身,做哑巴,或是龙子。 或是物观四肢,不全残废的人。 而以卑乱尊,也成乱用的恶行。 更是败坏了人伦刚成。 在地狱要受苦一千五百劫。 才能够脱离地狱,头生为蛇,或是老鼠。 又再经过了一千五百劫。 才能够在得人身。 或是在母亲的胎中就死了。 或是在婴儿的时候就纠折了。 毕竟不能够享有长寿的福报。 所以犯了邪淫的罪恶报应。 实在是可悲啊。 毕竟说,妇人若是犯了邪淫的罪孽。 终身都不可能洗清的罪孽的。 就算她有孝子子孙,也不能够替她洗清罪孽。 所以淑女名言,一定要守身如玉。 不可以有半点的瑕疵犯情啊。 好。